大家好,我是小银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组荷包蛋的小技巧 非常的简单,快速 而且做出来的荷包蛋各个圆溜溜的 口感鲜嫩,好看又好吃 首先我们根据自己家的人数 准备摄像的鸡蛋 再准备一个大碗,加入一小勺盐 再加入一碗温开水 搅拌均匀,让食盐化开 再准备几个小碗,把盐水倒入小碗里面 倒入小碗三分之一的水就可以 然后再把鸡蛋倒入小碗里 每个小碗打入一个鸡蛋 我这里一共打了六个 打好之后,直接把它放到蒸锅里 然后盖上盖子 开中火,蒸十分钟 接下来我们再来准备一点配菜 准备一把小葱 把葱白切成末,放了碗中备用 再把葱叶也切成葱花 装了碗中备用 再准备一个胡萝卜 再准备一个胡萝卜去皮 我们取半个就够了 先把它切成厚厚的薄片 再切成粗粗的细丝 最后切成小碎丁 切好之后,装入碗中备用 再准备一个红椒去紫 然后先对半切开 再切条 最后切成小碎丁 切好之后,装入碗中备用 再准备一块生姜 先切成薄片 再切成姜丝 最后切成姜末 切好之后,装入碗中备用 再准备几个洗干净的香菇 先切成薄片 再改刀切成香菇丁 然后再把它切得更碎一点 切好之后,装入碗中备用 最后准备三块钱的猪肉 先切成薄片 然后放到绞肉机里 盖上盖子 打成肉末 也可以用刀切成肉末 装入碗中备用 锅中加入适量的使用油 油热之后放入肉末翻炒 炒出香味 炒至肉末完全变白 然后把葱姜末也加进来 把红椒丁也加进来 胡萝卜也加进来 再把它翻炒均匀 炒一分钟左右 再把香菇丁也加进来 继续翻炒均匀 然后加入一小勺盐 一勺生抽 一勺蚝油 继续翻炒均匀 翻炒均匀之后 加入一碗清水 大火烧开之后 再加一碗水淀粉勾芡 煮至汤汁变粘稠 就可以关火了 这时候我们的鸡蛋也已经蒸好了 然后把它一个一个取出来 全部取出来之后 再把碗里面的水倒掉 然后用勺子 把边缘慢慢刮一下 这样一个完整的荷包蛋 就取出来了 全部取出来之后 把它装到盘子里 然后用刀把荷包蛋 中间划上十字花刀 这样更加容易入味 更加好吃 最后把炒好的料汁淋在上面 哇 好香啊 最后再撒点葱花点缀 美味继承 荷包蛋这样做 口感非常的鲜嫩 吃起来一点也不老 比水煮的好吃 比油炸的健康 各种蔬菜搭配 营养也是非常的丰富 如果你也喜欢 赶紧收藏起来 试试吧 我每天都会更新 不一样的美食视频 喜欢我的视频 就关注我吧 谢谢您的支持 谢谢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谢谢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